牛肉馅饺子也能爆汁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零失败爆汁牛肉馅的黄金馅料饼 以上为原材料 牛肉馅和小葱 生抽以及蚝油 五香粉、花生油以及盐 再打一个鸡蛋、生姜 配菜可以用小茴香或芹菜 花椒必不可少 牛肉馅先拌入花生油 搅搅搅 再依次拌入花椒水 快速搅拌个五分钟左右 不会做花椒水,没关系 非常简单 花椒倒入清水煮五分钟 放蚝油 加生抽 打一个鸡蛋 一小勺盐 三勺五香粉 10克姜末 牛肉馅就完成了 接下来你有两个选择 选项一 回香馅 选项二 芹菜馅 芹菜馅因为会出水 所以先用盐沙沙水 再拌进肉馅里 注意我这里将菜平铺在肉馅上 因为过早拌入就会出水 再撒上小葱 关于如何和面 请看我的白菜猪肉馅饺子视频 现在我们将和好的面团 切成小剂子 再压成小圆饼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饺子皮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包饺子的方式 这里我展示一个最常用的 中间捏口 两边向里挤压 左边三下 右边三下 白白胖胖的饺子就做好了 过年我请了几个朋友来家包饺子 小狗以为是给他包的 豹汁牛肉馅饺子 你学会了吗 求点赞评论加订阅 不懂得请留言 我会一一解答